今天要來懶頭髮啦 我的頭髮好久沒有懶了 這次選這一款書碑的 它這個是新款 然後霧感星空紙 試試看 在懶頭髮之前 對了要先介紹一下 他們現在這一期還有特地送這個東西 懶頭髮在用的 然後我們要準備 這個是凡士林 等一下塗在這個髮際的 然後夾子 我想剪一下我的瀏海 所以我還準備了剪刀 以及 保鮮膜還有這個 鋁箔紙我想要局部做一下 調染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好 頭髮 頭髮超級久沒有懶 所以非常的 毛躁 啊 懶頭髮之前 要先梳一下頭髮 不梳順 怎麼懶呢 看我的頭髮 超毛 亂七八糟的 我沒有漂過頭髮 而且頭髮超級少 超恐怖的 超恐怖的頭髮的 哎呀 尤其如果燈光一下 會更明顯 現在還沒有燈 開個燈 開個燈 給你們瞧瞧 這個 這個 恐怖恐怖 超級少 超級少禿頭 所以我平常都不太敢 把頭髮放下來 因為實在是太恐怖了 哎 燈收起來了 太恐怖了 好 我去拿一下 東西 東西 好 這樣要一刀給它 咔嚓下去囉 我好害怕剪失敗 呵呵 剪掉了 說真的啊 其實 自然卷有個好處 就是說 就算剪失敗 其實也看不太出來 呵呵呵 是不是 一刀牙剪到下巴這裡 剪了四幾公分 剪了四幾公分 側面要剪嗎 好 好 好 我也在好奇 側面要剪嗎 一刀下去 其實它就是個 沒什麼層次的 虛 穿黑色衣服好像看不太出來 就是這樣 應該這邊就再稍微 修一下才對 好像一個沒有造型 等一下啊 修一下啊 修一下啊 修一下 大家視乎是 summar一 participar的 最初的注意到 要不许翻唱和示范 要不许翻唱或字幕 那不许翻唱或字幕 所有的方式都都 bead Tao 直接飛沽到 是的 MIGA 是 MIGA 我 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甘好去之後,這個時候我們就要使用這個 暗氏菱 塗一下在周圍,把自己周圍 避免去染到皮膚了 多挖一點,多挖一點 粉絲裡面挺便宜的 哎呀,拿掉眼鏡,我眼像個蝦子一樣 我什麼都看不到 整個耳朵都給它塗一塗算了 避免耳朵去塗到 耳後也塗一塗齁 看不到東西 把眼睛戴上 耳朵塗一塗 耳後也塗也塗 尤其是耳骨最容易染到的 不然怕染到的話,其實就是像那個煞黃店一樣買那個套的多 再過來你可以拿保鮮盒把它套起來也可以啦 好了 塗好了,塗好了,塗好了,塗好了 再來 再來我們就要 正式來使用它了 啊 使用之前還有一件事情 因為我要做挑來 所以我就必須先把它 取我要的位置 先吃兩張 預備用 不然我等一下戴上手套就不好吃了 預備用 噔噔噔噔 好啦,現在終於要來使用它啦 真的有點開剁 裡面有一支刷子 對不對 梳子 一號染劑 二號 好 然後手套跟披肩 我覺得這件超貼心的 居然還有附披肩 很少看到 好,現在來使用囉 因為它有附這個碗 所以我就用在這個碗裡面 做調 是我太暴力了吧 它居然被我分濕了 咦 怎麼裝回去啊 好了 就這樣子 它居然是沒有黏的 一點膠都沒有 它只是這樣擦著而已 這是不會讓你 好好好清洗嗎 需要這樣子嗎 好 剛剛 準備工作都做好了 然後 就 穿上披肩 它鋪的披肩 怕懶到衣服 所以一定要準備 黑色的 就是 舊的衣服都可以啦 它的披肩 就這麼小一件 這是我要披後面還是披前面 所以我是往前面懶 整件披肩都好香喔 整件披肩都好香喔 這還好 如果我還怕的話 你可以準備一下毛巾 我去準備一下 準備 毛巾 這樣子比較難不夠 這還好 好 OK啦 這樣墊兩層 我就不信這還懶得到 而且我只是懶斑頭 應該是還好啦 然後 這時候就來調一下 那個 這兩個 調進來 然後 準備一下 不要怕浪費 就是給它全部擠下去 擠下去 擠下去 挤下去了 這個味道有點... 有點那個味道開始出來了 剛剛前面那一段的時候還不覺得有那個 嗆鼻的味道 現在就有了 然後二字也要調進去齁 二字倒進去 然後這個時候就是要讓它調和在一起啊 調和在一起 這個爛東西 抓個手把吧 不然它實在不是很好用 焦焦焦焦焦 味道好特別喔 還蠻好聞的耶 為什麼二字加下去味道還蠻好聞的 我也不曉得 好 調均勻之後覺得差不多就可以來染囉 這樣子 好像就做食物 而且還是這個紫色 很像芋泥齁 嗯 味道又不好聞 是沒有到像早期那麼嗆鼻 或者像李子糕那麼臭 但是 知道嗎 懶頭髮哪有香的啊 好 好 調好之後 要來懶頭髮啦 好啦 調好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要來懶頭髮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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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